作为慈禧身边最得宠的当朝宦官 李莲英究竟是如何拿捏慈禧的 秘诀就在于喝酒 李莲英作为慈禧太后最亲近的走狗 虽然知道处处小心的重要性 但她还是会对钱财和权力觊觎 为她达到自己的目的 李莲英利用醉酒这个机会 多次操控慈禧太后 甚至会忽悠她做一些荒诞的事情 通过这些事情 这样的手段 李莲英其实在朝廷里面 收取了不少的好处 但是直到有一天 因为酒后的慈禧 竟然糊涂到这种地步 竟然发誓自己再也不敢喝醉酒了 那么李莲英究竟做了什么好事 慈禧太后为何又能幡然行物呢 其实历史对于慈禧太后的评价 多都是负面的 因为她就是卖国贼 她就是那个剥削百姓 将自己的血汗前骨手 让人的傀儡皇帝 但其实作为最高掌权者 她也是一个内心无比空虚寂寞的女人 尤其是对于高处不胜寒的实际掌权者来说 她的内心简直脆弱无比 面对青芒潮的脆弱 她已经无法再干涉其中 她能做的只有不停地发疯和放纵 为了排解自己内心的痛苦 她甚至还专门花时间 培养了自己两个爱好 一个就是抽烟 一个就是喝酒 两大漏喜 她一个都没落下 尤其是喝酒 几乎成了慈禧的心头最爱 每天晚上她都需要喝点粮食精筑面 有时候吃的好吃的饭 也要来上那么一口 俨然一个酒鬼子 就像无数文人莫克 对于酒精的吹捧一样 慈禧也在酒精中找到了 释放自己的快乐 她所求的也不过是一醉劫千丑的效果 慈禧也爱喝酒 李莲英曾借机把她灌醉 慈禧最后李莲英干什么 虽然她每天都喝酒 但是她的身体确实遭不住 所以她几乎每次喝酒都醉酒 虽然不至于说一杯就到 但是她一喝总有一种晕晕乎乎的感觉 为了不在下人面前出丑 慈禧每次总是会非常自律地要求自己 不能喝超过三杯 但是慈禧考虑到自己为高权 终也不能一个人喝闷酒 那么她找谁喝酒呢 当然就是李莲了 李莲英在慈禧身边 整整待了超过53年 非常受到太后的信任 1865年李莲英受到安德海的推荐 成为了首领太监 四年之后 安德海范世被处死 他自然而然就接替了安德海的位置 成为了皇帝身边一名标准的奴才 因为师父的死亡就是 因为没摆清楚和主人的关系 因此上位之后 李莲英非常的谨慎 以至于她揣摩慈禧的心情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凭借讨好的能力 她成为了慈禧身边的红人 1874年李莲英年级26岁 可是她却已经担任了 储秀公的首领太监 一般来说 各职务最起码要服务超过30年 此时的她不过也才进宫17年 可以说她的官职晋升非常的引人注目 1894年慈禧为了这么一个大台阶 竟然打破祖上的规矩授予她高位 不得不说 这是倒反天刚 慈禧也爱喝酒 李莲英曾借机把她灌醉 慈禧最后李莲英干什么 慈禧和李莲英的关系甚至有些暧昧 因为根据晚清宫廷生活经文记载 两个人有时候还会一起在后花园散步 甚至慈禧会在吃完晚饭之后 把李莲英叫到自己的寝宫来了 个人经常以讨论长生之术的名义 做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直到半夜都不肯离去 得益于自己身份的高贵 李莲英当然知道如何拿捏自己身下的人 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非常贪财 只要有机会他肯定会敲诈官员一笔 而至于那些想升职加官的人 则会用尽全力巴结李莲英 对他而言 应该如何利用慈禧呢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他灌醉 喝醉之后的慈禧 会对着这位大太监倾诉中常 李莲英则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倾听者 当慈禧敞开心扉的时候 也就是李莲英能够趁虚而入的时候 此时他也知道自己能提出要求了 因此只要是有任何需要打赏官员的事情 李莲英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而这最后一次就源于李莲英让慈禧提词 原来李莲英为了能够吃回口 按照一名当地管事的要求 直接就把慈禧灌醉 并且趁机让他开始提词 慈禧一听他的要求根本没有生气 一高兴就开始大笔一挥写下 姓月横鸣四个字 因此管事如获至宝 赶紧连夜加工将其制成牌匾挂在了宫里 可是他并没有考虑到 清醒以后的慈禧该怎么做 第二天慈禧看到这副字非常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个字月他的横写的靠下了点 让人看起来像是日光的日 自此之后虽然李莲英没有再得到惩罚 但慈禧心里也是狠狠地记住了 自此之后他再也不敢随意喝醉了